大家好,春光灿烂,猪八戒,遭遥闯遥不嫩条 但是呢,我们的谣言也是有来头的 说这个战狼王毅,王毅,战狼王毅 非常罕见的提了一个新词 叫做夫人外交 说习主席几年之后,出访欧洲三国 说本次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就是夫人外交 说夫人外交是此次习主席访问的最大的亮点 哎呦,这个话说出来真的是 哎呀,我都不相信是真的 我真不相信是真的 我以为是有人谣传的 然后我就赶检查 果然,这个国内的媒体都报道了 王大人,王毅战狼 有人分析的 说可能闻到某种血腥味了 可能是求生的欲望很强 然后呢,对着官媒,对着人民日报,对着新华社 大赞夫人外交 夸这个彭丽媛老师是中国的软实力 哎呦,这个话可不是一般的水平 说这个又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主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同志 亲自出来抬轿子 夸一个女人 夸习近平的老婆 夫人外交 还说她是中国的软实力 你摸过吗 你捏过吗 你睡过吗 你怎么知道彭丽媛是软实力 他也许他也是硬实力了 所以这一话一说出来 中国人都懂的 你懂的 我懂的 你懂的 这肯定是有别的意思 那你想想 如果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里面 分岗外交的最高领导人 我的上面就只有一个领导嘛 就是习近平嘛 我有外交什么事 我替习主席的就行了嘛 如果我这时候把彭丽媛抬出来 说是夫人外交是中国的软实力 那我本来是第二的 我就排到第三了 习主席第一 彭丽媛第二 我第三了 一个70多岁的人 搞了一辈子 我也叫不带这么干的 没人怎么干 我跟你讲 我以前做小公务员的时候 遇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隔壁就是宣传部嘛 宣传部有两个副部长 两个副部长都会写点豆腐块 把本地的新闻投到什么湖南日报 如果经常登报在一个小不起眼的地方 每次登报以后都有署名的是吧 由于他的文章太小了 就豆腐块 然后他的名字呢 他就不会正儿把你的数在前面 都是在文章末尾数两个人的名字 有一次我去上班 我发现他们两个人在吵架 其中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人就抡起他的手掌心 就直接就扇过去了 另外一个人跟我关系也不错 就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我赶紧就过去去圈架 哎呀我说干嘛呀都是兄弟啊 什么那时候二十多岁啊 三十岁不到二十多岁都是兄弟啊干嘛呀 台头不见低头见的 然后他们就气愤的就跟我说两个人同时说 这个文章本来是老子写的 他两个他非得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几个意思 哦搞了半天我明白了 就这个文章呢 数两个人的名字 谁的名字在前 谁的名字在后 这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你知道吗 两个人就搭起来了 呦我看了一眼我就 我那真是几句话都笑掉了 是不是至于吗 因为我那个时候也经常写文章嘛 我写的都是副刊的文章啊 我不怎么写豆腐块 副刊的文章就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 那我的名字都写在都是写在标题下面 他们的名字都写在文章的末尾 就这么一个事情 我这么多年了 我还记得这个事情 文章呢有的时候抽不了脸呢 那真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我为什么 我那么讨厌文章的这个称号呢 我天天拿自己是一个文章开刷 黑自己 真的是其乃有字啊 是有原因的 那种是文章 他他妈的真是什么都没学到 什么都不懂 但是文章相亲 互相不买账 他他妈的跟他的生殖器一样的啊 看见花他就印起来了 特别抽不了脸 当然他不扯远啊 就像说王大人王毅 中国的第二号外交的领导人物 他宁愿把自己的这个外交大使的位置让给彭丽媛 不带这么干的 他一定是闻到这个血腥味了啊 你看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们说众所周知 夫人啊 彭丽媛 喜欢的是秦刚 秦刚呢 又是被王毅搞下去的啊 当王毅决心要搞掉秦刚的时候 显然没有把彭丽媛老师放在眼里 是吧 现在王毅呢 又主动向彭丽媛夫人讨好 这说明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啊 中国中南海里面的有一个帮派 就是义军突起 这个帮派的叫夫人帮 夫人帮不仅在组织系统 军事系统加快布局 在外交战线也无法阻挡 不过呢 夫人呢 是不是会轻易怒面 并更是愿意躲在幕后的啊 失去秦刚之后呢 会选谁做夫人的代言人呢 王毅力推的是华大妈 华春莹 华春莹叫床还行 搞外交也行了 但是女人呢 对女人呢 气味不投机 说这个华春莹呢 喜欢在习主席面前扫手动资 他以为他的那个胸啊 比这个彭老师的胸更大 其实不见得的啊 彭老师还是漂亮多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最终走到前台 这个彭立元就忍不住了啊 就开始对王毅呢 就指手画脚了 是不是 那你想想 王毅如果是感觉到 彭立元对他不满意 那可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因为人家有枕头风 你现在中南海里面 就是三个人有权 第一个呢 就是习近平有权 第二就是彭立元有权 第三呢 就是习近平的弟弟有权 就这么三个人把持的 你把夫人得罪了 那可不得了 所以王毅闻到了血腥味 真的是闻到血腥味 知道这个外交这块啊 自己不是老大啊 习主席虽然照着他 但是再照着他也没有彭立元 天天吹枕头风那么厉害 你说是不是 这个东西怎么能干呢 就像文革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看着江青不喜欢 但是谁又拿江青怎么样 是不是 周恩来堂堂的总理 共产党的开国的土匪元凶 看见江青 那点头发腰 江青同志请您做指示 为什么呀 因为他是毛泽东老婆呀 你谁敢得罪呀 是不是 共产党的江湖的 可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说这个王毅遇到事了 王毅遇到事 王毅最大的对手 现在已经不是秦刚了 已经变成了这个谁 已经变成了彭丽丸 所以现在北京地面上就有人分析 其实王毅非常的不理智 你为什么一定要搞掉秦刚呢 秦刚他并没有跟你过不去 不外乎就是一个是亲美 一个是亲俄 是不是 你完全可以在中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高手嘛 高手就是玩平衡的嘛 你一定要在习主席面上状子 一定要把王毅给踩倒 到目前为止 你想想秦刚依然还是一个中央委员的身份 他可没有 他只是辞去那是全国人的代表 他还是中央委员 哥哥 秦刚说有人说秦刚死了 那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他一定还在四肩动 像当年邓小平一样 是吧 卧心长胆 他关键是有这个彭丽丸在背后在支持他 而且这个习近平如果他不喜欢秦刚了 他是不可能让他连挑三级 直接当到国务委员 当到外交部长的 所以你想想王毅如果是呃 当时认可秦刚 纳弄秦刚 他当外事班主任 王毅当当这个 秦刚当部长 两个人好好合作平衡印象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说这个王毅这个人哪心胸狭窄非常的狭窄 说当年他当这个外交部长的时候 上面有一个外事班的主人嘛 是杨洁篪嘛 说杨洁篪经常把王毅没放在眼里的 这个画面我们是看见过的 有一年杨洁篪带着这个王毅去夏威夷 去见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然后杨洁篪上了就说了30分钟 呱唧唧唧唧唧唧唧说 说完了以后突然想旁边还有个外交部长的 就说王毅你说两句 就这么来的 根本就没有王毅放眼 所以王毅呢也是饱受这个酷党之辱 这回看见了一个秦刚当了外交部长 关键是秦刚当外交部长的时候 他还是国务委员 是不是 秦刚估计呢 也没把这个什么王毅放在眼里 因为他跟彭丽媛的关系挺好的嘛 这一下子就构成了一个杀身之祸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目前情况就变了 按照大概率的事情 彭丽媛接下来真的有可能进入中央政治局场合 因为王毅年纪大了呀 在国两三年他肯定要退休 所以他到时候 彭丽媛为什么这么高调的出现在外交场合 他一定是有吸血包子的奶头 由他当外事办的主任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这个彭丽媛的英语说的挺好的 你千万不要小看他啊 英语说的挺好的 而且国际上呢 他特别有人气 因为彭丽媛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歌手嘛 然后长了一张观音菩萨的脸嘛 看上去挺舒服的是不是 我经常说彭丽媛挺舒服的 特别特别要点啊 真的 所以让彭丽媛当外事办的主任 然后再让秦刚回来 继续当外交部长 这应该是习近平和他老婆两个人的算盘 王毅估计知道了 所以此事不舔 第一夫人再不舔就乃不及了 赶紧舔 这个共产党的里面的泪度很有意思的 王毅大事不好 这个北京这边的说法 希望秦刚没有被诊死 如果秦刚被诊死 那王毅接下来也会被诊死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应该是秦刚没死 秦刚还会东山再起 但是呢 习近平也不想太伤筋动骨的 还是想让王毅干到退休 然后呢 他再当总书记的时候 由彭丽媛管外交 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是这么一个套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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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